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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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這個出席報告有什麼看法呢 可不可以改善澳門現時的社會問題 當然了 開了很多藥方 但究竟能不能夠改善社會問題呢 的確有待觀察 因為起碼他都指出了 例如買屋難 出行難 或者是內港水患的問題 這些都是澳門人經常關心的問題 但是到底將來怎樣一步步做到呢 這就是將來看看究竟他有什麼措施 但在目前來說看得到 他很強調一個基建 增加基建 增加基建的原因就是 澳門經濟有一個低沉的時期 透過基建來增加投資 一般來說在資本主義社會 在裡面通常情況下 那個投資不足或者經濟低迷的時候 就由公共工程去增大那個公共工程 來產生成數效應 但問題在澳門來說 這些基建未必能夠發揮這個作用 原因就是說 因為現在澳門就是差不多 建築業裡面 絕大多數 因為澳門有十幾萬外勞 而建築業是一個大災區 差不多有90多以上都是外勞 一小數是本地人的 而當它加大基建 即是加大建築的投資的時候 那成數效應就很弱了 因為不是本地人就業 這個未必能夠發揮到 增加基建能夠推動經濟的發展 但當然在我們的角度來說 畢竟這些基建 例如興建的公共房屋等等 這些都是有它的價值的 當然我們都應該支持 繼續有這些基建去解決問題 但用希望的基建 來解決經濟上的低迷 可能有機會 那個期望會落空 對只能夠推動 更多感謝 一些大量的原因 所以請來解決 評論